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諾報》我不講場了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重暉 是 宇常你好 廢哥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應網友的邀請 講一集關於政論的爭拗 事緣有些朋友說有時聽到電台的節目 他說余先生你以前也有那個節目 但現在有時跟一些主持人 就會爭吵起來 我也分析一下情況 首先我講 政論 大家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講遠一點點 然後再拉回到澳門 遠一點的 有些KOL 他就離開了香港 他可能是種種的原因 我怕他是被拘捕 我講得比較直接 離開了 這些KOL都有好幾位 他離開了他覺得安全 他說的話 有時他不是恨鐵不成鋼 他見到你有某些東西 認為有個項目 比如說見到大陸某些東西 他覺得你衰的 他拿來講 你有好的 我跟阿輝有時評論的客觀就是這樣 好的 比如說航天做得挺好的 會讚兩句 他不會的 你這樣浪費了錢 他可能會講他這樣的話 這個政論是為自己個人 為吸納自己的粉絲而做的 所以有時你看到挺偏頗的 我又拉回來澳門來講 在電台的政論是講澳門的 多的是時政 但是我認為主持人可以放輕鬆一些 客觀一些 好像當不一定 當他在評論一些美食 你就沒有那麼入肉 不用怕著他 會說 你不能說程中暉 你不能說 你證明不到 不用 很緊張 有些東西甚至可以關了咪才講 有些人當然認為阻截他 不阻截不行的 說粗口 或者說些東西很具誹謗性 那你可以剪刀 但是不需要跟對方吵架 比如對方說一些東西 你以為 他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不用擔心他 他講出當然他以為 我想大家最近聽澳門的廣播 你會聽到很多觀眾聽眾打電話上去 我現在覺得主持人 他將他的意見表達出來 我想這個節目主持人 所以不跟一般大家討論一件事情 如果我跟你討論一件事情 我可以講出我的觀點 你這樣是不對的 我喜歡吃咸的 有什麽理由你吃這麽甜呢 吃這麽甜就吃著糖尿餅 這些是不能說的 所以你作為一個客觀的主持人 當然你剛剛說的高度的誹謗 很粗俗的說話 現在這個標準是不能播出的 你麥克風說什麽都可以 但是麥克風在大氣電波上 目前是不允許的 這些當然是會咳你 最低限是咳你這個字 或者是勸喻你不要再這樣 但是對一些的 現在我聽見最多的就是 你沒有說過人名 當然我認為這個是對的 但是 看一下什麽 要分析的 但是你有些 譬如 公眾那裏已經在報紙賣光這件事 即是電台講出來 是的 電台又講了 為什麽我講這件事 這個人名我沒有說他好還是還 我只是講 這個觀眾 這個聽眾 最討論這件事出來 又不是那麽敏感 說這個人 你說不是啊 站在這個 傳媒的角度 這個人 是沒有這個 立時反駁你這個機會 你就經常講他不好 他又不能反駁你 是不公道的 就是很多時候我想 很多聽眾 都是反應 很多都是在已經公佈了的 一些內容 他去看自己的角度 這個呢 我想 我覺得聽眾 是可以講的 有些爭拗 是由於 有時的主持人緊張 可能你也聽到 這樣 緊張得來是過度 那他就整起一把聲 整起一把聲 就不客氣 不客氣 就好像吵架那樣 那我講回我以前的拍檔 這位我都是背後講人 但是 我是講實際的 葉國華 葉國華 是資深的一位傳媒人 他由電台一邊做 做到過了去電視台做 都是做得不錯 第一 他做一個節目 他有相當多的準備 比如說 今天 我們想探討幾樣東西 他做了功夫 已經知道了 第二 他是有少少幽默感的 如果那個聽眾打電話 他不會說 你不要這樣 你一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 這件事就好像 你教訓人 或者他會用一些軟轉 暫時我們還未 完全證實這件事 不適合你 說另外一些方面 不適合你 說另外一些方面 你就說另外一些方面 不是說 你不要講這些 你講別樣 同樣的表達 語氣不同 都不同 何況你不是同樣的表達 是嗎 我想 這個狀況 我覺得是嚴重了 嚴重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放在網上 就變成了一種 撼了 但我也希望 作為聽眾 觀眾 自己都要客觀一點 主持人 他又有自己南為之處 反過來你們也不要 南為主持人 始終在大氣電波 都有 經常我們聽見這句說話 本台的 或者這個節目的內容 不代表本台立場 他就說客席主持人 這句我覺得不得全面 其實應該一些節目 你看看香港的電台 有些討論的節目都說 主持都不代表台 是的 不要說客席 主持都不代表台 其實他們 當然主持人 他還有 再想一些監控者 就是那個監製 我的時候 沒有實際的監製 我也認為 如果現在都沒有的話 應該設置監製 監製他可以不用客氣 講出來 你讀字音錯了 或者你某樣東西 是存在一級 過了 我想 我覺得是需要的 因為人 不論你有多少經驗 你的情商有幾高 始終會被人壓著的一刻 你需要一個人 不要那麼生氣 因為你生氣就會失言 所以這個 我又覺得現在這些電台節目 不同程度的人 有些主持人你很清晰 知道這個性格是這樣 這個性格是這樣 有些真的比較 和別人在語言上 有一個抗拒的現象 作為主持 是有些少少 好像做服務行業 不得隨便去罵那個客人 你可以勸 勸和罵這兩回事 比如說 你做任何服務行業 你是做餐飲的 那個客人有些無理的要求 你下去和我拿一碗白粥上來 他不是做那樣 你可以拒絕他 不是軟他 是直接拒絕他 但你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就不對 怎麼能夠叫我什麼 你一卵罪這樣 是沒有益的 你應該是憑植你的專業 加上你的禮貌 做主持人也是的 不是你大了的 我做主持的時候 我自問廢哥 可能你也聽過我講 我對客人是有禮貌的 我想在這裡我們都講了一些現在 在時政上大家的觀點不同的表態方式 但我也是應該要讚一些主持人 讚一些主持人就是說 有些聽眾 他講出來的內容是錯的 主持人可能現在你也知道 有電腦有什麼 他可以立刻按出來 這條條例什麼時候 現在是這樣的 因為你現在還要告訴別人 吸煙罰六百元 那你就害了他 因為現在 禁止吸煙 而你吸煙是罰一千二百元的 這是一個假設 我再更加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所以變了 如果你這個聽眾 還跟他們講 有沒有搞錯 罰六百元那麼多 我們一天多少錢 吃一口煙 我一天的薪金沒有了 主持人就說 不是 是一千五元 所以這些 我覺得主持人 他在這方面 有些是願意 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 立刻查一查 是不是這樣 有些我覺得聽眾 本來是沒有特別的 說著說著 真是兩邊撞起來 都是主持人 過分緊張 我總結了很多 還有現在 有一個規矩 成為了一個規矩 就是聽眾 你是給三分鐘 我覺得 如果他只有三分鐘 你主持人 你問他 不是不行 你就補回事 是不是 有時你問他 那個 你問了分半鐘 那個聽眾有說 沒有那麼久 聽眾說 喂 你給我先說 主持人 不客氣 語氣很不客氣 這個討論節目 我都同意 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這個 其實呢 三分鐘 你先給他 說完 之後 你可以延續他 你聰明他 就跟他討論 你認為不需要 跟他討論 你就等他 說完 有些事情 那個聽眾 他不是真的 跟你討論 譬如他投訴 我們排隊 什麼什麼 那處理不當 應該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問他 一件事 你當時又覺得 喂 那你就拆開了的話題 他不是想 給你拆開的話題 就是 今時今日 聽眾 我都很聰明的 不是說你找些招數 就可以拆開他 他比你聰明的 其實澳門的聽眾 我覺得 大部分都是和善的 都是善意的 他們因為沒有什麼目標 或者目的 在那裡講了話之後 對他有什麼個人的好處 反之 香港這件事就不同 因為香港事實上 尤其是在2019年之前 很多不同的政見 都希望 在大氣電波上 有自己的聲音 令到別人熟悉他 而呢 令到他在某些選舉 有好處 我們見到很多 現在澳門也算不是多 澳門不多 澳門當然有些人 或者有人經常打電話去說 但結果去參選又不行 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澳門的聽眾 在這方面抽水 其實就不算多 最重要的是 不要疾聽眾 包括我幽默時會說 不要當他是想追求你的 他不是想追求你的 但你有時說 他會說 就有幾把聲 你以為 他真的以為 他以為 又怎樣呢 你就有他以為 他完了 你就可以解釋 有一件事我都想製出 我不講那個事主的人 事完有一天我都聽到我們的網友給我們的 我都傳給你們不知道聽不聽到 因為你有時可能聽某個平台聽不到 就說某個案要傳召一個人物去 但沒有去到 主持人說沒有啊 你沒有什麼 其實是有的 我都傳了一個文字給你 是有 而是因為豁免了就不用出去 所以有時連主持人都不知道 你不要說出來 做事有信心是好的 太強硬 不要太強硬 你自己都去查一查 比較好些 千萬不要大聲 甲武信 是啊 應該有進步的 多謝輝哥 難免